大家好 歡迎收看異想世界 我是張凱英 獲得金馬獎 九項入圍肯定的港片 踏血尋媒 口碑爆棚 得獎氣勢 持續延燒 今天很榮幸邀請到影評人 楊達靜 Gordon 我們分享 Gordon好 哈囉凱英 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Gordon 好久不見 踏血尋媒的導演汪子光 其實他的製片跟編劇的經驗 都很豐富 所以踏血尋媒 雖然是他的第二部長片 可是成熟度非常的高 他說他是踩自一個真實的社會案件 來拍這個故事 所以可不可以先幫我們介紹電影本事 是 其實網路上有一些些的說法 有些人說是他的第二部片 但是其實嚴格說來 是他的第三部的劇情長片 先從明媚時光到微嬌少女 再到這一個踏血尋媒 那其實汪子光導演 其實本身也是這個科班出身 他是從幕後開始做起的一個工作人員 做過場記啦 慢慢從電視去 然後甚至是一個影評人 真的有參與香港影評人協會 然後去投票表決 甚至有參加過台灣的這個金馬獎 費比錫影評人獎 因為他本身就是一個寫手 很會寫影評 那從影評人的身份 轉到導演這個崗位的時候 他慢慢的醞釀自己的功力 其實他的文字的功力非常強 也表現在這一次的金馬獎的入圍其次上 他入圍了最佳原著劇本獎 那他這一次的踏血尋媒呢 把他拍出了一個香港片 很久很久 你沒有看到一個這麼動人 且真實的一個面貌 他其實是改編自一個真人真事 發生在2008年4月27日 一個失蹤的原教少女 其實後來我們調查結果之後發現 這個原教少女被他的嫖客客人殺死了 然後把他的臉皮啊內臟都剝掉 然後衝在馬桶裡面 那肢解的一些骨頭 甚至還流落到市場肉飯去販售 所以那時候人心惶惶很擔心 吃到茶餐廳那些什麼是人肉 那其實這件事情是一個很殘酷的 真實的命案 但我覺得汪子光導演非常可取的是 他在處理踏血尋媒的時候 他透過郭富城飾演的這個警探的角色 慢慢的抽絲剝繭 但其實他並不是那麼想要去賣弄血腥 或是在批判說誰是兇手 誰是加害者 或是說批判這個受害者 是個原教少女 沒有人要去被批判的 他也不想要批判任何的角色 他只是很認真的去處理每一個角色的激勵 不管是郭富城飾演的警探 或是白紙飾演的這個殺人犯 對 加害者 或是春夏飾演的受害者 原教少女 他都很用心的去刻畫這些角色 讓人家知道這些角色背景有一些孤獨的那一面 有一些過不去的傷感的那一面 你看完之後你就會覺得 哇 這導演用一個很節制 很收斂 沒有刻意想要去賣弄任何商業元素 的一個狀況下 做出了一個很動人的作品 也是好久沒有看到一個香港片 那麼有人文涵養的一個作品了 因為你可能很多時候看港片 最近都是什麼讚啊 什麼風暴啊 就打打殺殺警匪動作片 但真的太久沒有這樣的片了 所以我覺得今年很高興在金馬獎入圍席 事上面有一部踏血尋媒 踏上了金馬的紅毯 因為香港片真的這一陣子已經 好像有點低迷很久的時間了 有這部片出來還真好 所以踏血尋媒總共是有三條主要的主線了 就是有警探還有殺人犯 跟圓嬌少女三條主線 所以剛剛Gordon也幫我們介紹 翁子光其實非常會寫 他也是很好看的港片殭屍的編劇 啊 太厲害了 所以這一次他自己寫 踏血尋媒的這個劇本 他是採用張回體的這樣的方式來鋪陳 而且他又找來了四屆的金馬獎 最佳攝影杜可峰來長進 所以這增加這部片多少可看性呢 哇 凱因說得非常好 這兩位都是大師級的 首先剪輯是廖青松老師 他就是這一次踏血尋媒的剪輯 導演完整版的剪輯 對 杜可峰入圍過十次的金馬獎 剛剛有得到好幾座的攝影獎 然後是王家衛的固定的班底 鐵三角跟張鼠平 那其實我先講剪輯的部分 剛剛凱因有點到一個重點 踏血尋媒兩個小時的片長 他是踩這個張解體的方式 從尋媒到孤獨的人 再到踏血 再到這個看得見風景的房間 那他這樣的切分的方式呢 一開始就是導演有設定 好 就是要這樣張解的方式 但是拍完之後 導演試圖想要先 順一個故事的大藥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這樣粗簡下來是順的 但是好像不通 所以後來找到了廖慶松老師 剪輯大師來幫忙之後 可能把有一些敘事的方式 刻意打亂了 甚至在這一個細節 加了一些什麼東西 OK 結果 這個順暢完畢之後 廖老師的加持之後 好像就通了 導演就非常感謝廖慶松老師 大力的幫忙 他沒有刻意想要照著說 事件在走動 其實他的順序 是有點刻意去打亂的 他是照人物的情感去走 而不是照事件的順序 所以很多人看他寫尋美 你可能會覺得說 怎麼你一下子就告訴我 兇手是誰了 不是要抽絲剝繭 到最後警探郭富城才發現 啊 誰是兇手嗎 但他寫尋美不是要告訴你這些東西 他想要玩的東西是不一樣的 他是要讓你看到 每一個人的內心的層面 你去關懷到這些人物 他們的一些很深刻的一個機禮 而不是說就像一般的警匪啊 兇殺 推理啊 對 推理 我一定要知道兇手是誰那種 賣弄到最後 他寫尋美不是這樣子的 所以我覺得 這部片很可取的地方也是 這個章節的方式很特別之外 杜可峰老師 他以前都是王家衛導演的作品 的那個御用攝影師 但之後他自己也當了一些導演 也拍過一些好萊塢的片子 獨立的製片 其實我覺得 這個一位杜可峰大師啊 他以前會比較 商業一點 甚至有一些 人家可能會覺得有點炫氣 就是廣告的形式很強烈 但這一次其實慢慢的看到大師 到了一個新的境界 反普歸真了 他的攝影的鏡頭是跟著角色在轉變的 他是全力在focus在角色的轉換 他的情緒內心層面 所以顧富城也特別說 非常謝謝杜可峰老師 因為他覺得杜可峰的攝影有幫助到 我們演員的演出看到我們 更多的情緒的轉換 很多細微末節 而不是說 你就顧著攝影在炫技 你忘了角色才是一個重點 所以這部戲其實是讓角色來 牽引著觀眾的情緒 所以你看他這一次的表現 我真的要佩服翁子翁導演 一個算是第三部劇情長片的興瑞導演 他可以把不管是老將 金燕玲 少美琪 郭富城 譚耀文 或是新秀 白子 春夏可以統整得這麼的完整 大家都到一個 合力為這個劇本在 演出的一個水平上面 整體演員的表現是亮眼到你 你會覺得 哇 很久沒有這樣的一個力道 這麼生猛 這麼好的演出的作品了 就像春夏在片中有一句台詞 我覺得很難忘 白子問他說你怕死嗎 他說我不怕 活著會痛 活著會恨 活著每天你都會想要 怎麼樣過得更好 但是其實我們也會累 對那個心態 我真的覺得 非常打動人心 講到演技的部分 剛剛我們說到九項入圍裡面 如果再加上親人獎 演員的獎項 幾乎就佔了五部了 所以一定要幫我們講一下 這幾位入圍的表現如何 是這次金馬魯呢 踏血循梅入圍了最佳劇情長片 最佳原著劇本 最佳男主角郭富城 最佳男配角白子 他也入圍了新演員 然後最佳女配角金燕玲 然後新演員還有另外一位 演員加上女的春夏 還有杜可鋒老師入圍了最佳攝影 以及最佳的電影歌曲九項 那這九項當中就有五項是演員獎 白子這一位殺人犯一人就搶了兩個名額 其實郭富城如果沒有出現在踏血循梅 可能很多觀眾不會那麼關注踏血循梅 所以我真的覺得很謝謝這一位 已經是德高望重出道25年的金馬連莊影帝 願意來支持這麼欣銳導演的一個作品 這麼好的得獎的劇本的作品 所以他的加入之後 而且聽說也是片酬也是有降價的去幫忙 所以我覺得他的演出會讓人家覺得 戲外的話你會覺得天王加持很感動之外 他在片中演警探 不太像他以前得過獎的三岔口 或是C加偵探 B加偵探了 而是這一次的警探是他刷了灰白髮 然後戴了一個老頭子的眼鏡 然後看起來有點苍老 但其實還是很帥 然後你會覺得說哇 他在造型上的犧牲 你就看得出來這個天王願意做一些轉變囉 好你再慢慢看他的演出的層次了 你會看到郭天王這一次真的把他的很多過去太過滿意的情緒 收起來 導演希望他的導演風格是截至內斂的 郭天王也是跟著收他的情緒 你再看不到郭富城以前那種 大力的咆哮馬錦濤似的一種over的演法 有時候over的演法 但這一次看不到 甚至還加了一些比較小動作啊 比較可愛的部分 比方說片中他被少梅其嫌說 你怎麼越來越老啦 他偷偷去郵購買網購那個推臉瘦臉機 然後家裡他感情 明明就是一個很厲害的警探 但一個人在家的生活很孤獨 然後在家裡就養一隻貓啊這樣子 就是你看得到那種情感是很失敗的一個警探 我覺得郭富城很認真 據說他在開拍之前就把他寫徐梅的腳本 每一個腳本 就是腳本完成的內容都認真的獨熟 獨熟之後啊 甚至有在片場的時候 比方說他完全不會講錯一句台詞 然後通常對手可能講錯的話 他會說 還有糾正他 然後我就問春夏說 欸 郭富城是怎麼樣一個演員 然後春夏說 他說他沒有跟他對到任何一場戲 因為 因為他春夏的戲份是 他死了嘛 對 他死了之後郭富城才去查案 才去查案 所以他們沒對到戲 但是知道他是一個 非常沒有價值 非常具有親和力的天王 然後 他一開始也覺得說 哇 那麼厲害的影帝天王巨星 會不會很 很兇啊 或是很嚴格這樣 反正不會 他就是會 很顧忌到每一位演員的感受 每一個工作人員的感受 然後同時會跟大家打成一片 所以我覺得郭富城他很認真 然後也為了這個 他其實沒等了導演三年的時間嘛 不斷的修這個劇本 對 如今這個成績 我相信是這個團隊 因為他們都像一家人一樣 每一個人都全心全力想要為了這個劇本好 想要讓這個影片問世 然後受到很多人的反饋 回饋 然後好評 那我相信他們在現階段已經做到了一個非常亮眼的成績 不管金馬有沒有得獎 或是之後的票房成績如何 那都另當別論了 可能就是 嗯 好久沒有一個這麼好看的片子出來 然後 我甚至覺得他是一個經典 又是一個新經典 至少這十多年來看香港片啊 個人覺得他自己彭浩翔之後 又一個讓我一定會 關注的導演 永遠會一直鎖定他下去的一個導演 嗯 對 汪子光就是現在一個 也很年輕耶 才36歲 很年輕的導演 未來前途無量 包括這個郭富城之外 金燕玲 是一個很厲害的資深級的 他三十一介意獨立時代拿過金馬的女配角 在香港也得了女配角無數 那我覺得就是 老將真的是僵屍老的辣 他的戲很少 但是其實他的氣場 一坐在那邊 演這個受害少女的媽媽 你就看得出來 哇 金大姐的厲害 果然真的是僵屍老的辣 哦 那個舉手投足 你一看到就是會 嚇一跳會被他打到 嗯 老將的部分 那我 我當時看完之後 其實我真的覺得 怎麼會有那麼厲害的兩位新人 一位叫白芷 演殺人番 這一位胖胖的男孩 另外一位是春夏 很漂亮的這一位女演員 演員叫少女 一個加害者 一個受害者 這兩個 呃 角色 都 當時讓我看完之後 怎麼會覺得這麼厲害 嗯 就覺得哇 香港 最近的新演員爆增 就是這兩位出來之後 我就覺得哇 超級強 嗯 嗯 我的副導演很討厭春夏 忽然間 忽然間副導演 就忽然間提起說 那你要不要找找看春夏 嗯 然後 後來 呃 真的找到春夏的時候 他就覺得說 其實這女生並不是說 好 急急贏贏 你就是為了爭取演出機會 是什麼角色都去試 只要有演出機會 他而是會責善固執 他真的覺得 這個角色對的時候 他會義無反顧 奮不顧身地去爭取個角色 嗯 所以當初 光子光導演 就拿了他寫學妹的劇本 給春夏的時候 春夏就說 導演 這個角色就是我了 你不要找別人 我真的要好好把他演好 嗯 那春夏果然也是非常的 認真去演這個角色 表現得相當的亮眼 他在片中演這個原家少女 然後 呃 家庭可能是 很貧窮的 然後後來 當年原家少女 愛上了錯的人 然後最後走上了 毀滅的一個 呃 絕路 其實你會看到 會替他心疼 嗯 然後我有問他說 你有感覺到 因為真實命案 真的有這個王家梅 這個死者嗎 嗯 我就說你在拍片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到 他在你身邊 或是有個力量 他說有 他無時無刻都是 希望自己不要演 壞掉這個角色 然後不要演的 讓觀眾覺得 會討厭這個角色 他其實是戰戰兢兢 然後 不時的在跟死者在對話 很用心 所以表現得非常好 女主角也是這一次金馬獎 大家都說遺珠的一個女演員 一個新人喔 就被人家認為是 影后遺珠了 那白紙 我整部片看完 其實自己內心啦 我不想太偏頗 但是我必須也是想說 白紙真的是我覺得看到 好久沒有這樣一個厲害的演員 因為 白紙其實是一個舞台劇演員出身 他在舞台劇的表現非常的厲害 那他胖胖的 可能沒有很帥 但是我看完 踏起群美之後 會覺得 你不是個帥哥 然後你演一個殺人犯 但是你的演技的魅力 會讓我好喜歡你這個人 覺得怎麼會這麼的 Sexy 就是很令人著迷的一個男演員 他的演出魅力太強烈了 我覺得也要謝謝導演 他沒有很偏頗的說 你要就是要批判誰 批判那個角色 然後白紙 其實你看他明明就是個殺人犯 但是他在戲中的演出 你會同情他 因為他也是愛不到一個 他喜歡的對象 那個女生也離開了遠去 那他也是在網路上 跟這個春夏圓交 其實可以看得到這個殺人犯 背後的一些孤獨的層面 包括他的王母離開他 他是一個很孤獨的一個個體 如果對我來說 他學學妹最好看的是什麼 就是他真的拍到 每一個人內心深處 很孤獨的那一面 就像春夏在片中有一句台詞 我覺得很難忘 白紙問他說你怕死嗎 他說我不怕 活著會痛 活著會恨 活著每天你都會想要 怎麼樣過得更好 但是其實我們也會累 對那個心態我真的覺得 非常打動人心 嗯 其實他是一個最佳劇情片 唯一一部 劇情片的入圍者 沒有入圍導演講的 對我來說 這種狀況發生在金媽獎上 是很少見嗎 少見 但是第三次世界的甜蜜蜜 陳克星導演沒有入圍導演講 但是最佳影片是甜蜜蜜 是甜蜜蜜 如果真以觀眾立場 因為《踏血徐梅》對我來說 個人來說是今年度我真的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Gordon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導演事實上想要傳達什麼樣子的精神 或者是你最推薦《踏血徐梅》的地方在哪裡 其實我覺得汪子光導演應該是不想要拍一個非常 讓人家感覺絕望的 雖然你看完之後的確會感覺很絕望 會覺得很傷心很沉重 但是 我就拿一個真實的社會事件來比喻好了 你知道這部片看完在香港電影劫師閉幕片的時候 有一位郭富城的大陸粉絲 本來打算尋死 特地到了香港去看完閉幕片《大血徐梅》 她打算看完片之後 看完她偶像的作品之後就去自殺 但當她看完之後 她謝謝這部片的出現 她覺得片中的女主角王家梅替她死了一次 就算你裡面有很多很傷心的部分 甚至絕望 但是她又帶來了一絲的希望 讓你不要放棄 因為其實人生 就是你要活在那個時刻的狀態 我覺得其實《踏血徐梅》 它有一點療癒的作用 你看到就算是這麼傷感 這麼的沉重 這麼的痛 但看完之後 一兩個月你沒有辦法忘記 但是有個力量存在著你 陪伴著你 它有一個療癒的作用 會讓人家覺得很貼近你的內心 好像撫平你寂寞的傷感的那個心 就覺得有一部電影導演了解你的心情 他有一個往上上抬你的力量 對 但我們說到他入圍了金馬的九項了 所以一定要請Gordon幫我們說一下 你對他的運勢看不看好 你覺得他會不會得獎 我真的很希望這部片可以獲得很多很好的成績 因為他在 其實他是一個最佳劇情片 唯一一部劇情片的入圍者 沒有入圍導演講的 對我來說 這種狀況發生在金馬獎上是 很少見嗎 少見 但是 在第十三十四階甜蜜蜜的時候 以及第五十階爸媽不在家的時候 你想想第三十四階的甜蜜蜜 陳克星導演沒有入圍導演獎 但是最佳影片是甜蜜蜜 五十階的時候爸媽不在家 導演獎沒入圍 陳哲宜入圍的是新導演 然後最後得獎的 打敗了一代宗師 郊遊等片的是誰 是爸媽不在家的最佳劇情片 所以我希望 如果真以觀眾立場 因為踏起徐梅對我來說 個人來說是今年度 我真的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 也是觀眾真的是 千萬不要錯過的作品 因為大家最近都看到 可能是果片好像有復蘇 中國大陸有很多 每次金馬獎很多強片 但是港片 你可能會忽視很久的時間了 這部香港電影就是 你真的近年 近幾年來 甚至十年來 四年來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的一部作品 所以我很希望說 最佳劇情片也許 有機會圖威的話 然後當然這家幾個演員講的話 像是白紙 春夏 這兩位演員 真的很犧牲的演出 都需要被鼓勵 也希望他們有更多的演出機會 然後我覺得他的原著劇本 導演都沒入圍導演講 這麼棒的導演 那原著劇本 我覺得他寫得很細膩 也很值得被肯定 當然就是杜可峰的攝影 貼近每一個角色的起伏 去長進 都是厲害的 真的讓我選很難選 我覺得也不好得罪 因為畢竟很多台灣的 影人也入圍 希望有一個圓滿的結果 然後好片不要被埋沒 這是最重要的 這次上映的踏寫尋媒 其實是導演版 一刀未撿 對不對 所以差在哪裡勒 Gordon知道嗎 據我所知 側面的了解 11月13號上台 台灣的供應版 是一刀未撿完整版 也就是金馬獎評審看到的版本 是大家都很喜愛 入圍九項的一個版本 那據我所知 在12月初的時候 香港會上一個供應版本 是可能撿了好大一部分 然後甚至 是因為級別的關係嗎 撿了好大一部分 我覺得詳細的狀況 可能不太了解 但是剪接師就會變成是 張淑萍另外一位大師 在做剪輯的供應版本 實際的片長不確定 但是據我所知 好像是會被切掉了好 好多人的一個部分 甚至有些人的戲份 是完全被砍掉的 那其實我們現在都還沒有看到 我們現在也不方便多說什麼 但我蠻希望就是說 屆時如果香港的觀眾 可以去分看一下 供應版本 甚至再找找看 一刀未檢的導演版 那我覺得台灣觀眾 非常幸運的是 這次獲得那麼多肯定 然後我第一次看的時候 也是導演版本 這個你一定要把握 他上片的機會 11月13號 他寫薰美 因為這個版本 非常好看 然後也是導演自己 也非常喜歡的版本 也是金馬獎評審 都很愛的版本 所以這個一刀未檢完整版 不管怎麼樣一定要看 不管未來供應版 廣為市面流傳是什麼樣的版本 一定要看這一次的導演完成版 就是台灣上映這個版本 今天非常感謝郭等 我講了好多次 不斷重複 很重要 一刀未檢導演版 是 今天非常感謝郭等 幫我們介紹 踏實尋美 謝謝郭等 謝謝 不斷重複 拍照 點一下 明天 zal